這個...這個紅紅的是什麼 它的舊 沒有,這個... 這是雪嗎 這是它的雪 它的雪 有人生吃嗎 對,沒有... 是雪 它很快就走了 你就放開一下,它就走了 原來雪哈在柬埔寨 並不算是非常高價值的貝類 所以只要在淺灘的地方 都可以找得到 在我們撈雪哈的同時 我們聽到導演在尖叫 趕快過去看一看發生什麼事 有雪 有雪啊 有雪啊 有雪耶 柬埔寨位於中南半島的西南方 隨著旅遊業的迅速發展 光今年2015年就有89萬人 來到柬埔寨旅遊 因為它各地都有不同的特色 北部的仙利市 有舉世聞名的世界遺產 吳歌窟 中部金邊有大量的佛教寺廟 南部的西哈努克 可以享受陽光與海灘 這樣一個豐富的國家 咱們第一等小組 也到訪問好幾次了 這一次 咱們在柬埔寨四處打聽到了一個 非常奇特的物品 發現柬埔寨人多子多孫 是有一系列獨特的壯陽秘術 哈哈 那今天就由我郭欣來帶著大家 一起到柬埔寨尋找那個壯陽秘術 我們現在要去竹子島 聽說那邊有很多的海鮮可以補到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感覺好像就是個土村 那因為半夜下了一場很大的雨 所以現在天氣已冰的沒有太熱 不過也好險啦 太陽並不大 不然我們坐船坐到那邊 可能都會被太陽曬到很不舒服 然後那邊就是我們要坐的船 他不知道 我們這邊到竹子島要 要坐多久的時間 竹子島 是在西哈努克旁邊的小島 坐船過去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 聽說那邊是非常有名的潛水灘 也是歐洲人的度假天堂 我真的很迫不及待想要去一探究竟了 這邊是看浮潛 這邊是看山屋的地方 我們就在這裡停 跳下去了 你跳下去了 穿衣服太下去了 我們現在到目的地了 要準備下去浮潛了 先請問一下 這邊水會很深嗎 這邊水會很深嗎 三米半喔 那我們下去可以看到什麼 那我們下去可以看到什麼 那要準備什麼 就這樣就好了嗎 好啊好啊 那我們就準備差不多 我們就下水吧 這是我第一次在國外浮潛 不知道這個海底世界 跟台灣有什麼不同呢 看到隔壁船上的外國人 玩得這麼的開心 我想這個海底世界 一定是非常的美不勝收 想要找到壯陽海味 應該也不是問題 好啦壯陽的海味 我來了 好啦我要準備下水了 我現在踩在一塊石頭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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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踩在那邊 我現在踩在那邊 有衛振 全球 還有衛守 這個海底世界 有衛 latter 把衛生命運動 也有衛生命運動 我算是衛生命運動 你可以去哪邊 在那邊 你幾個人 要去哪邊 它下面有好多的海蛋哦 因为昨天半夜下了一场雨 所以海底世界不算清澈见顶 依然可以见到许多的海中生物 在地人用夹子夹了好多的海胆 听说那可是它们的壮扬秘书哦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抓到的海胆 我们抓到非常多个 很开心 第一次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海胆 跟一般我们在海产店看的不一样 这种的好像特别大颗 而且这样看起来大概有 十多呢 应该有六七个吧 十多呢 大丰收 没想到短短的几分钟 我们就夹到了一整蓝的海胆 不过啊 因为海底有许多的暗胶 我的脚也被割了好几道 赶快上船来看看我脚上的战绩吧 哎呀 上来 在下面游好久 反正我也想要 我也想要抓几个海胆 可是因为 救生医的关系 所以潜不下去 然后它们的确是在 稍微远一点的海 它们的 那个 暗胶上面都是满满的海胆 这个 就是我们今天的战役 因为地下有很多 暗胶的关系 所以我的腿 一直被刮到 这边 还有脚底板也是 不过 有抓到这么多的海胆 也算是值得了 很好玩 很好玩 虽然说今天 那个 海水里面有点浊 可是你只要到 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它的能见度还是够的 就只是这边比较浊一点而已 然后它有的暗胶很高 你是整个可以站下去 好 不过还是要小心啊 看着我伤痕累累的脚 再看看那一大蓝的海胆 这个战绩一切都值得 在地人说 在这片海域当中 有很多的海胆 它们每次都会来够吃的数量 再拿到竹子岛上面 边吃边看海 这样的享受壮阳运数 真的太舒服了 赶快前进竹子岛 我也要来享受一下 好我们到了 这边就是竹子岛 台湾之光 南白拖 台湾之光 南白拖 走到哪都好用 哇哦 看到它这边就是完全 一个很竹架的感觉 今天又没有非常的热 所以气候很激 然后这个沙子 软软的 沙子不畅 对 软软的 然后你不用担心说 上面可能会有很多垃圾啊 土丁啊 或是什么 这个没有的 它就是沙子 很软 这边连狗都过得很悠哉 突然起了大风 而且有一整片的雾露 可能等一下又要下大雨了 因为我们现在来的 这个时间算是 我们先不在乎 好啦我们先去 铁铁铁铁好 虽然竹子岛的天气呼晴呼雨 但是并没有打坏我上岛的性质 来到竹子岛 映入眼帘呢 就是一大片的沙滩 还有清澈见底的海水 岛上没有人居住 只有许多的外国人 来这边度假 晒日光浴 还有一个小杂货店 让在岛上的游客 可以吃吃东西 玩玩水 当地人说 要献剥海胆给我享用 不过这个魔鬼海胆 在台湾是不吃的 而当地人却把它当作 壮阳的海胆 这个吃起来 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好啦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抓上来的 新鲜的海胆 然后呢 它现在要开始把它剖开来 让我们吃吃看 麻烦 好硬喔 先把那个刺给弄掉 先弄掉 它这种海胆很毒吗 我们要把人捞到的 不然可以把人捞到的 不然可以把人捞到的 哦 没有毒喔 可不可以也吃吃看 哇 海胆好硬喔 我第一次这样帮海胆砍刺 砍完刺之后 再把它剥开来洗一洗 可是这个海胆颜色 怎么跟我平常看到的不一样 这个真的可以吃吗 好啦 处理完毕 那我现在要来吃吃看了 他们这边会加一点柠檬 让我挤点柠檬上去 一点柠檬 有点柠檬 高一点 挖一小块吃吃 它这种 一般吃的海胆不一样 它比较有韧性一点 然后因为海水的关系 它吃下去 偏咸 这个我吃不习惯 我还是比较习惯吃我们 平常日本料理店的食物 这种海胆 因为它这种 它还是有一点腥味在 虽然有加柠檬 可是海胆本身味道还是有在 只是 你把它想象成就是 比较咸 然后呢 就带一点腥味的海胆 就对 好对 然后它的口感比较有韧性 它不会说那种软软的一咬 就化掉这样 这现捞的海胆 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好吃 吃起来味道怪怪的 这个壮阳的秘术 让我有点小小的失望 导游说你也别太失望 他要带我去找另外一种壮阳秘术 我应该会很爱 小巫 你没事带我来这么脏的地方 要干嘛 你们看 这边全部都是垃圾 好脏喔 我带你来挖宝 你怎么脏不脏 挖什么宝 这边有什么 带你来吃补品 什么补品 你现在有 因为我都是叫雪哈 雪哈 对 在这么脏的地方吗 他生活的环境就是大概在这样子 像这样子 就是要脏是不是 那在哪里啊 我怎么没看到 帮队好像 看到一颗颗黑黑的 有点白 又有点黑的 哪里啊 等一下 是不是这个 对 喔 这么容易啊 你们看这就是雪哈 它上面有很多的毛 然后颜色比较黑 对 跟你好笑 对 不好意思 雪哈又称泥憨 是生长在浅滩上的贝类 因为它剥开壳之后 可以看见像血一样的分泌液 所以被称为雪哈 它除了有补血的功能之外 还是补品里面 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喔 说了那么多 我就来多捞几颗 等一等就可以补补身体 所以它应该还有很多颗吧 找到一颗应该就表示还有很多颗 我们来找一下 对 诶 这边又有 这边又有 又找到了 它有两种 你可以 有两种 如果比较长 比较亮一点的 比较长一点的 白一点的 白一点的是不是 这哪里 你没有看到吗 你看 这边是 这边是 哪里 哪里 这是什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被吃完的 这这地方 为什么很多吗 为什么 因为老百姓人 一边的岛上 他们已经不吃了 那吃雪哈 是要比什么 这个是女生吃的 是幸福啊 女生摁鸡来的时候 就是可以 多吃一点啊 我刚刚不小心把它掰开了 因为 它刚刚就有点开口 我就想说打开来开 他要喝鸡 他要喝鸡 然后这就是雪哈 对啊 这个 这个红红的是什么 对啊 他的臭 没有这个 这是雪吗 对啊 他的雪 他的雪 有人生吃吗 对啊 对啊 他很快就走 你就观看一下 他就走了 原来血哈在柬埔寨 并不算是非常高价值的贝类 所以只要在浅滩的地方 都可以找得到 在我们捞血哈的同时 我们听到导演在尖叫 赶快过去看一看 发生什么事 有蛇 有蛇啊 有蛇啊 有蛇耶 好可怕啊 那不是蛇啦 树叶 那不是蛇啊 这不是蛇啊 导演浮夸 那不是吧 不是吧 不是吗 不是吧 那不是蛇啊 应该不是蛇吧 你如果我会带你们来那种 就是真的会有蛇 那是树叶啊 那是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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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蛇啊 那是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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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虚惊一场 不过漂流在岸边的细长树叶 不时的往脚边流动 会被误会 也算是情有可原 好啦 我们今天的血哈捞的不少 等一等就来汆烫 再吃吃看它是什么味道 鞋子 鞋子已经出好了 我们现在来吃吃看 我没有吃过什么味道 好 好 这个酱料是 檸檬汁加一些胡椒鹽的 檸檬太多了 檸檬加太多了 它就是比较有韧性一点的蛤蜊 然后呢 海水的味道还是很浓 血哈吃起来比蛤蜊韧 味道也有点奇怪 感觉吃起来 并没有像蛤蜊这么好吃 这个壮阳秘书 又让我失望了 喜欢吗 记得按赞加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次的 抽奖送好礼活动哦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